然后很高兴可以给大家一起分享 去出海海外 或者说去更合适的是 出海东南亚的一个新的品牌营销的一个新方法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社交私域营销的一个好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在中国微信的这个生态当中 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但是在东南亚也好 或者是海外其他的新鲜国家或者欧美国家 其实还处于刚开始的阶段 但是对我们这个品牌来说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东南亚区域这些平台卖家来说 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可借鉴的这个地方 好 我后面这个依次来做个分享 差不多20分钟左右时间 目前不管是国内也好 还是说东南亚或者欧美地区也好 整个这个线上市场其实已经从一个增量市场进入了存量市场 就存量市场的特点是什么呢 用户获取的成本其实是越来越高了 对吧 国内也高 在海外 不管是海外的亚马逊平台 虾皮平台 或者是通过Facebook谷歌去做广告投放 其实单一用户的整个获取成本就已经非常高了 那么现在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要抓住一个用户去开发这个用户的付购的那个价值 要开发这个用户的终身价值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子去打这个客户的单次价值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市场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一个市场大变化下面 我们回国来再看跨界链山 不管是做B2E外贸的 因为这个体量在我们整个大陆或者国内其实是体量非常大的 对吧 大概有50万家这个公贸易体或者是做贸易的这个企业 亦或是中海做B2C品牌的 咱们做虾皮 对吧 虾皮 甚至是或者说目前在东南亚很红火的这个TickHawk 或者是现在有不少也出来做独立战 对吧 做D2C品牌的 这些类型的这个电商卖家都遇到了一定的用户的 增长的瓶颈 那各各有各的方法 那在那这个在这个瓶颈之下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切入点 就是从社交私益营销这个角度切入 在这里依然还存在着很好的红利期 就是我们的B2B卖家也好 品牌品牌卖家也好 或者是品牌本身也好 都可以在这个社交私益营销中 获得一定的新的增长空间 好 然后我们把视角呢去放在海外的微信 对吧 中国这个微信整个生态构造起来的私益营销 21年已经差不多整体的交易额已经有7万亿了 超过了这个拼多多加算京东的整体的交易总额 那么在海外对标的有个类似的一个社交网络平台 就叫WhatsApp 对吧 它是三倍于这个国内的这个微信的体量 越活差不多接近有25个亿 在全球新兴国家当中啊 比如说像东南亚 泰国引南地区的东南亚对吧 印尼马来 中东 非洲 南美 包括俄罗斯 它整个的这个WhatsApp的互联网人权占比在80%到90 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基本的这个地位啊 在社交社交IM当中的地位类似于咱们国内的这个微信 那么像欧美澳加这种发达地区 WhatsApp的占比差不多在40%到50 所以整体想在WhatsApp的去构建私益营销的时候 不管是海外新兴国家 亦或是海外欧美欧美这种发达国家 其实都是适合的 这是WhatsApp的整体的这个用户的情况 那么 目前在海外的整体的社媒跟社交网络 这个整体的营销当中 我们看右边 右边是欧美的一个统计啊 我们借助一个欧美的统计相对比较成熟一点 社媒上其实有很多人投入了力量 在社媒上 不管Facebook Instagram 还是YouTube TikTok 整个营销的这个这个 这个呃 我们称之为广告组吧 在这些社媒上投入投入的这个经历是很多的 但是 WhatsApp的用户群体其实有40%多 在发达国家地区啊 如果这个数字放在新兴国家 或者放在咱们的东南亚印尼 印尼马来或者新加坡 这个数字应该能到占到80%左右 可是他的整个营销者的那个投入的这个这个比例是非常少的 那这里其实是爆出一个红利器 用户都在WhatsApp上 但是没有太多的营销者 那这里就其实对整个营销来说是一个红利的空间 然后看左边就是 从总体这几年的这个营销的触点 我们把这些参照营销的触点对吧 你从哪个营销渠道与我们的用户发生了连接 在社媒上以及这种传统的IM那个那个EDM邮件或者是短信 增长都很低10%20%左右 但是看WhatsApp WhatsApp整体营销的增长 有接近四倍 就从20年到21年接近四倍的增长 这个WhatsApp的这些消息 我们给他一个词叫WhatsApp Business Messenger 这个是WhatsApp本身是Facebook这个公司官方 他正在大力推动的这么一个大事 他在大力的去构建WhatsApp营销的这个生态 好 这个基础情况 然后我们说基于WhatsApp来做营销的时候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跟咱们做国内做微信私欲流量是一样的 对这个基于WhatsApp个人的账号 构建起来的这个私欲流量 他的核心本质是可以零成本无限次的触达客户 而且触达客户是不要重复花成本的 这个跟广告投放不一样的 广告投放之后 他是要每次触达都是要花一定的广告投放成本的 是要给Facebook或者给亚马逊持续去去去 去付费才行的 这是私欲流量池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点 好 后面我们从我从两个维度去讲 是海外私欲营销现在迎来了一个什么比较好的这个大的 同利窗口 然后第一点 私欲营销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模式 叫S2B2C模式 就他的核心是利用海外众多的分销者来帮助品牌 或者说帮助一个电商平台 去做分销裂变 这个这里边的核心的 我们称这个用户人群 把它称之为KOC用户 这个在整个全球差不多有接近5亿人 然后我们落到这个东南亚 其实也有大量的这样的KOC人群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一部分的是电阻 本身就实体店的电阻 这些实体店的电阻 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发展 他们正在数字化 对吧 他们越来越懂了 然后帮助线上的这些网红 以及我们国内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社区团队的这个群组 对吧 社区团队的团队长群组 或者这个宝妈 这些群体如果说把它加到我们品牌或者企业的这个 WhatsApp私域当中 和他们进行沟通互动 然后把他们培养成我们的分销者 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大体量的这个 这个商品的这个分销 品牌的这个曝光 以及这个这个交易出来的这个电单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 落成一个叫做社交私域营销的一个新的时代 就本来是传统贸易是B2B的 对吧 然后进入做B2C的 做B2C平台 亚马逊对吧 或者说做东南亚的虾皮 那我可以印象 那也有很多人在东南亚开始去做B2C独立站 对吧 用Shopify也好 用很多的进展工具 去做独立站 将客户集中 沉淀到自己的独立站上面 那么再往前迭代一个点 就是要做社交私营营销 一个用户仅仅放在咱们的独立站上 其实并不属于你 因为它留存是很弱的 更重要的是 要将这客户 沉淀到我们的WhatsApp当中 这个时候的用户 跟你发生 跟咱们品牌或者企业发生的连接 是实时的连接 对吧 这个互动是更加的 这个效率会更高 客户关系会做得更加好 这样的才会是 更好的去开发这个客户的 这个长期的终身的价值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 私营销切入的一个核心点 那我们后面举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是偏向于这个 其实印尼也有例子 印度也有例子 整个东南亚跟这个南亚市场 相对整个私营营销类型 是非常相似的 这家Missio公司 目前是印度的一个最大的 社交电商公司 它就是打它并行的 2B2C这个模式的 我们是2017年的时候 从年到一 帮助了这个 这个这家品牌去做的 做增长的 好 这是它的这个大致情况 然后它的早期增长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17年 他们最早的时候是连接了 印度本土的一些200多万到300万的 实体店的店主 让实体店店主来帮它这个电商平台来做分销的 这是它的第一步 有了这个第一步之后呢 它在优化了它的供应链 它原来是从德里的批发中心去采货的 后来就到中国大陆或者是广州或者是义务 直接去采货了 优化供应链 然后也融了很多钱 然后转身呢就开始扩充它的整个分销体量 再从那个宝妈这边 有去扩体量 它目前有接近两三千万的这个级别的分销者 来帮它去做做分销 好这是整个密秀的早期发展的基本情况 目前的话一千大概能做到呃40多万单吧 对吧 估值已经是快快在五六十亿美金估值了 然后我们来来来简单分享一下 它做的这个三段就非常重要的这三段 是可以为我们品牌或者说某电商的平台去走到这个东南亚所借鉴的 好第一步 第一步首先是我们要构建一个呃 称之为基于whatsapp的私欲流量词 其实就是多个whatsapp个人账号 小明星公司现在有大几百个人 是吧 大几百个人维护着它大概一千万级别的这个分销者们 是在whatsapp当中直接进行互动沟通的 他会讲总部的策略直接通whatsapp 直接通传给所有的这分销者 再利用这个分销者 然后传给更广大的分销者自己的那些粉丝们 那这里呢 他有个很庞大的称之为基于whatsapp个人账号的私欲流量词 好 这是第一个最基础的这个私欲流量词的点 那过照之后呢 流量哪里来呢 这个明秀公司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这个聪明啊 其实现在在东南亚依然有这么一个时间窗口 那么早期的流量来自于来自于门店店主 那么门店店主怎么找得到呢 其实不管是印尼也好 马来也好 以及印度也好 以及其他先银国家 包括外面发展所有的门店店主或者是愿意做交易的这些网红们 他都会把自己的信息放在了谷歌卖上上面 或者放在了这个Facebook上面 我们是可以在Facebook或者谷歌卖上直接把这样的 分销者们直接给他找出来 而且这些店主或者是分销者他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 会把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放在上面呢 咱们可以直接联系他 比如说跟他说你原来是从地包省包去拿货 或者你原来是在本土的某个地方去拿货的 那个成本太高了 采购价太高 现在直接让你从中国拿货 对吧 从义务拿货 从广州拿货 你的采购价起码要低非常多 对吧 一半以上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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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 这样可以吸引这样非常大体量甚至几十三百万级别的分销者加盟到咱们的品牌或者咱们国内的平台上面去帮我们去做落地的分销 好 这是一个很很聪明的这个精准营销的这个思路啊 那我们找到这些人之后怎么去连接住这些人呢 可以用WhatsApp去连接他 对吧 现在其实WhatsApp官方也开始有个WhatsApp Business API的这个服务 可以帮助品牌去大批大规模的触达这个目标的这个这个客户群体 也可以通过Facebook去触达 对吧 Facebook上也可以去直接连接那个分销者去联系他就可以了 好 对对面秀来说 他通过这两个方式就连接了接近印度两百多万的这个分销者 这个事就第一步就让他做成了 就第一步这个做成之后一天就快做到四万单了 然后第二步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些分销者进来的时候其实关系是一个足迹定进的过程了 刚开始只是说一般的粉丝只是表示对平台感兴趣对吧 那后面说成交了第一单 走心买个五件的商品 试一下如果可以对吧 整体质量也好 这性价比都可以那么呢他会不停的复购然后成为一个会员 然后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忠诚的分销者对吧 然后帮平台去去做大系列的分销就这么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客户关系必尽 对吧一定要去帮客户去做 去做私欲的运营维护 这样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社交私欲营销的团队 这个在国内也就是完美日记做得这么好 他们就叫小丸子对吧 对于这个海外来说我们做美专的需要有美专顾问的私欲运营人员 做母婴的有母婴的这个私欲顾问 母婴顾问 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方式去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分销者 这是第二点要做客户关系递进 将客户关系做在whatsapp私欲当中是连接非常紧密的 如果仅仅在一个独立站的工作关系 它是很弱的 因为客户有可能就很快就不知道了 对吧就跟我们脱离了关系了 好第三点很重要 那么这么多这个分销者如何去为分销者构建一个比较好的平台 帮助分销者去做更多东西就分销者最好什么都不干 他只要把他的朋友圈的人或者把周边的这个社媒或者社交网络给激活起来就行了 其他所有的商品也好对吧物流也好参数要履约也好 甚至是支付也好平台全部都搞定 对吧 这等于是平台赋能与这个分销者们 然后分销者成为分销者成为跟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者 然后分销者背后其实借助的是整个平台的那个完整能力 那这样子最后这个做成了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电商服务平台 对吧像Missio在工作他现在比如说有一两千多万的这些分销者 但他不停的在分销 对吧两千多万到Missio平台上去去拿货 然后他去分销给他的这个个人个人的这些粉丝们 平台Missio平台本身跟最终的西端用户之间是没有品牌的临接的 就最终消费者是不知道Missio这个平台的 但是小B分销者才知道Missio这个平台 然后最终消费者认的是这个小B的分销者 这里这个设计就非常的非常的玄妙 在这个设计基础上就是平台要以小B分销为为这叫客户第一 对吧小B分销第一 一切要站在小B分销上去思考这个逻辑 然后这样子呢就构造了两层私欲 一个是平台方与小B分销者之间有一个私欲 对吧小B分销者自己又构建了跟消费者之间的私欲 那么平台与小B分销者可能是千万级别的私欲 那公司内部可能就大几百人去维护着千万级别的分销者 对吧那这是一个大的私欲辞职 每一个小B分销者他跟消费者之间是一个小的私欲辞职 对吧这个可能一千一两千万的分销者们 他们每个人连接着可能几百或者是千几千的这个私欲分销者 那这样子形成超大体量的商品分发 就每天在在整个印度这个区域有接近这个几百万 甚至千万级别的WhatsApp的社群在分发这个密销的这个平台的商品 那这样整个成就出来的大体量的这个成交量就会非常大 这是一个S2B2C的一个一个私欲营销玩法 那这个当中呢我们总结一下他其实是有三个步骤的 我们把这个三个步骤的总结成一个称之为三板斧 这个三板斧是不管是平台企业或者是低多G品牌 甚至是咱们做普通货的多SKU的这么一个集合平台 其实都是可以利用的 第一步就是怎么主动是去找到这些人 对吧找到这些人连接这些人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怎么运营这些分销者 然后第三步是我们同时要去赋能这个分销者 让分销者又构建了大体量的他的那个他自己的私欲 然后为每一个分销者去构建分销属于分销者自己的这个微店 对吧那这样子分销者手上他的私欲的用户是他自己的 然后他的成交也在他的微店成交 对吧那这样子三平台就会成交就会非常大 这是一个S2V2C的一个三板斧的这个玩法 好前面说的是这个社交电商S2V2C的一个好机会 在东南亚好机会 那么我们就发现其实还有个机会比线上S2V2C 或者线上V2C还要大的机会 就是国内现在实体联寿开始出海了 实体联寿走向东南亚一般是第一站对吧 那实体联寿出海之后就有一个好机会 那机会点在哪呢 现在实体联寿在国内有一个角色 就也是S2V2C 但是那个B就变成了实体联寿门店的那个电源 门店电源被激活起来了 这个电源就变成了一个分销者 把每个门店的电源作为这个分销者 每个门店电源会将路过这个门店的所有的顾客 给他加到WhatsApp当中 然后再利用这些顾客在WhatsApp时前分销裂变 那这样子会让这个门店基本上布局了这个 我们称之为这个私域营销用处数字化的 将顾客加到WhatsApp当中进行运营的这些门店 基本上整个电单会提升个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同时这个门店在周边的品牌的影响力也会提升 对吧 他本来影响的一个基础门店 他影响的仅仅是两公里吧 对吧 了不起了 但是因为布局了私域 他的WhatsApp这个群 WhatsApp营销是可以影响到五公里的 对吧 两公里的会员甚至会把五公里的好朋友给带到这个店里来 这样子那一个一个新民售的这个门店 他布局了私域营销售 基本上就有这么三个点的这个打法 这是印度的一个喜马拉雅是专门做美专的 他们在布这个点的时候 有三种打法 第一个呢 最简单的这个切入口呢 就是路过的这个门店的顾客或者说购买的人 就让导购员把他加到这个WhatsApp当中 然后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就拉了很多群就每天拉群每天拉群每天拉群 WhatsApp现在社群总共是500人一个群 每天拉群每天拉群 拉完群之后在WhatsApp群里就发福利 有些工作可能到了店了他没有买对吧 但是因为他在WhatsApp群里看到了福利政策 或者是打折优惠券 所以他又回到店里去做采购了 啊这么一个过程 或者说他今天走了过两天 他又回到这个店里去做购买 第一段对吧 第二段呢就是 现在其实在海外Facebook也好 或者TikTok也好 东南亚TikTok也很好 那他可以做直播 门店做直播其实是蛮容易的 对吧 一个简单的摄像头对着门店这个基本 有没有人稍微讲一下就可以了 那门店直播里面也可以继续去发放优惠券 去发放相关的鼓励 去把WhatsApp群里的这些人给他邀约到店去做购买 就这两个环节 那比如说这个门店一这个长时间做下来 他可能会汇集了接近几万个群 几万个群里面每个群比如说有那么几百人 他这里会有几十三百万人在这个群里 对吧 那这个群里面到时候形成这个这个整个引流效果就会非常好 到每天到店的人数是固定的 但是在WhatsApp里这个社群的整个传播是能够到达几十三百万级别的 这是前面两道的好处 这两头都是希望WhatsApp发消息 然后发营销 然后引到这个门店去做到店销售的 当然呢 有个更好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可以为每一个门店去做一个微店 对吧 现在很流行的 你看肯德基在国内 你到每一个门店每一个门店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微店的 对吧 一样的就是喜马拉雅就为他自己的这个得理的那些门店去做了个微店 在微店里我在做这些社群的活动的时候或者直播活动的时候 你不用到店去了 你直接在微店这个线上三层去下单 下单的时候他就给你送到家 物流啊这些去都都可以了 那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模式 东南亚现在我们也有不少客户开始布局这种 连锁门店不开始布局这个这个这种用户数字化的这个营销方案了 会使得这个门店整体的经营会提升不少 这是这是线下连锁特点 但是线下连锁呢可能就有两个考虑点 一个呢是要跟代理商加盟商要有个利益平衡 因为线下流畅点就是发货必须是电发货不能总部发货 对吧这次格力不是跟他的分销之间就产生影响了吗 因为格力做直播是从总部发货的 而不是把利益让给门店的 对吧那这样子所有的导购员直播之后 是要导购员所匹配的那个门店或者加盟商代理商来发货 而不应该由总部来发货啊 这是第一个考虑点 第二个呢就是导购员或者店员 他就变成了一个需要激励的对象了 对吧你这个时候他就是个更具备 主动出击性的销售了 他白天是在店的加这个顾客 晚上到家照样可以去营销 对吧可以做出更多的电单 那需要给导购员更多的这个势力 好我们把这个简单汇总一下 其实现在人家有机会 是马上最后最后总结一下 好 一个是线上这边 有线上的用户可以把它加到私欲当中 WhatsApp私欲当中做复购 一个是线下 零售这个门店的顾客 可以加到这个WhatsApp当中也做复购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把用户加到私欲 属于自己的流量池 进行更好的用户关系的这个递进 然后跟开发用户的这个终身价值 好这是我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啊 文尔 好谢谢陈总 谢谢陈总